主料,杏鲍菇300克,主料,柠檬0.5克,海鲜酱油3小勺,糖5克,水果醋2小勺,香菜10克,盐1.5克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把菇洗净切成薄片,柠檬底汁,加入所有调量和切碎的香菜大运,把杏鲍菇片放到节能锅里,加入一点点水,小火盖上盖子闷2分钟左右, 看到菇变软出去即可,把杏鲍菇取出放到把好的料汁里拌匀装排即可,烹饪技巧,满不出的水可以喝掉,很鲜美的,喜欢酸味的可以不加糖,蘑菇有一点点鲜甜,酸酸的很开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